这不是科幻片 一条鱼在沙漠中走路 网友直呼不可思议 娇阳似火 酷日炎炎 一条有梦想的咸鱼 正在沙漠中奋力前行 等一下 好像不对劲 沙漠中为什么会出现一条鱼 实际上 眼前你看到的景象 不是特效 也不是科幻片 而是真实存在的景象 眼前这一条有梦想的咸鱼 它是一条甲年 通过不断摆动身体 就可以在沙漠中匍匐前行了 前方有水源出现 这条甲年鱼加快了速度 最终成功达到目的地 入水以后 这条甲年鱼再次展现出了 生龙活虎的一面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是因为眼前的鱼 不是普通的鱼 沙漠也不是普通的沙漠 甲年鱼的模样 看起来有点生猛 它们是一种能够在沙漠中走路的鱼 一些渔民们 经常顺着甲年鱼 在沙漠中爬行的轨迹 然后找到甲年鱼生活的新水源 而甲年鱼所爬行的沙漠是 千湖沙漠 也被称为马拉赛塞斯沙漠 千湖沙漠 位于南美洲巴西东北部 位于拉克伊斯马拉赛塞斯国家公园内 别的沙漠的气候都是十分炎热 很难见到动植物的身影 但是千湖沙漠 却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湖泊 湖泊里面鱼虾成群 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因此千湖沙漠也被称为最不正经的沙漠 千湖沙漠毗邻邻大西洋 这里的年降水量达到了1600毫米 比很多内陆城市的降水量还要高 有着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 原本这里应该发展成一片沃土的 但是由于此处接近赤道 旱季水分的蒸发速度非常快 难以有效流出水分 而雨季到来的时候 雨水无法及时排出 沙丘和沙丘之间就形成了无数湖泊 这就是千湖沙漠的由来 除此之外 受到信封影响 一些沙丘中的沙子被吹到了内陆上面 进一步加速了沙漠的形成 从空中浮视 大大小小的湖泊遍地都是 看起来好像沙漠的眼睛十分壮观 每当雨季来临 来此参观的游客会争相恐后 去墨绿色的湖水中游泳 如此充满生机的沙漠 出现在沙子中爬行的鱼 也就不足为奇了